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感恩导师 感恩美业主持人 给我分享的机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圆林的思杰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么样 先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怎么接触到超码 也是两年半前 一个朋友有送我一本超码的书 但因为当时对超码其实并不了解 然后所以也是把他放在家中 然后放了半年 那非常感恩就是佳蓁 非常热心的 就是在两年前 然后特地来我们家 然后跟我分享他在超码的收获 然后还有对于他家人的一些改变 然后于是我开始对这本书 有了一点兴趣 然后但是因为我本身并不喜欢看书 对 所以我还是没有看书 但是我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 然后当时呢 我就是把佳蓁给我的书 我都就是赶快送出去送给别人这样子 然后再邀他去我儿子的园游会 大概发了300本的书 然后就在这个发书的过程中呢 天地就默默的给我的礼物 对 就是在我当时 因为我本身也是做业务的 那当时也是就是那个月呢 业绩就是也是客人都会自己来找你这样子 那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对 然后在当时呢 佳蓁也非常热心的邀约我来参加读书会 因为去年 去年的时候 去年1月 在全省大概不到10厂的读书会 就是必须要去讲话这样子 但因为我晚上其实不大能出门 所以其实他邀约我非常多次 我都没有办法参加 那当时就是园林 刚好那个如临节那时候有开了一场晚上的 然后于是我就利用了15分钟想说 那我还是去了解一下超级神明乃是什么 好了 然后就在那去了15分钟之后呢 那个礼拜就是也有一件当时我转不动的一个景 居然就是转动了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对 就是这个那一周整个是 简直也是戏剧性的变化 然后就让我觉得说这个该不会是因为我去那个15分钟的那个读书会吧 然后我就会跟佳蓁问 询问佳蓁啊 佳蓁就说嗯对就是 然后诶 那我就让我对超级神明乃又更有兴趣 然后我是很想看书 但是我觉得当时应该我的负能量很重 所以其实我还是看不下去 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就是你虽然知道这本书很好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看 那到了二月的时候呢 佳蓁又跟我分享说 导师半年回来一次 当时是6月2号3号 那那个音乐会呢 只要你拿到那个票 那个能量就开始转动 因为我也很想突破自己的困境 然后于是我就立刻就是购票 在我购完票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能量真的有提升 然后我就是在我买完票之后 我才开始能够看书 就是我才开始看了下书 然后之后我的业绩就是也是贵人就会一直出现 然后就是每个月的业绩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就是都度过了 那再来我就是要分享就是音乐会对我的 非常多的那个收获 真的非常推荐就是大家 一定要非常非常重视就是导师半年回台湾一次的这个大型的课程 然后当时去年就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的前一个月 其实就是我自己也被那个负能量卡到整个晚 就是半夜没办法睡觉 然后我的手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用了各种各种的治疗都没有办法好 然后就是让我晚上就是没办法入睡 然后也是直到参加完导师第二天的课程的时候 然后就是当场就是感觉不到痛 然后然后之后就开始找到正确的那个医生 结果我两个礼拜大概就治好了 对 所以然后再加上去年老师6月份的那个音乐课的主题是那个富有嘛 然后真的就是隔一个月的业绩大概是创我有史以来最高最高 对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那个整个那个客人会帮你介绍客人 然后又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才开始做心法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当时我也不是很懂 再加上我其实不是一个太有毅力的人 对就是有一天每一天就像佳蓁讲的就是我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知道很好 但是没有那个没有去落实 然后当时7月做得很好 然后对但是8月就没有再继续如法实修 但又回归到红尘境这样子 然后当时其实我也一直没有参加网路共修 但是我就是因为精英会都没有落掉 就是我每个礼拜再怎么忙我大概都会抽空去听或者是去参加 然后所以我就每个礼拜都会听到说网路共修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以前就是我也会打到一个问题 对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有了疑问 就是心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付费啊 然后去去上课这样子 那时候其实我有被卡住 然后但是后来我就想说哎那其实那个费用也并不高 然后然后我就决定说哎那个我还是参加看看 在参加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值得了 因为导师他每个礼拜有时候他可能不只讲两个小时 讲三个小时讲四个小时 对然后也才花一点点的钱 其实比我们去上其他任何的课都还要便宜 但是他却是会把你很多的那个逻辑观念给打通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以前真的是自己太普知 就是可能都会用我值太重 就会觉得自己卡自己嘛 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就是抱着那个 因为我以前是职业军人 所以就是也是就是会有很多的那个疑问这样子 不是那么容易相信 然后等到参加完完完工修室 我才觉得说啊以前真的是就是浪费了非常多时间 在观察啊怀疑啊这样子对 然后后来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年底的那一场那个导师的彩虹 彩虹大法的音乐盛会的时候呢 也是给我非常多的那个就是礼物 因为当时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婆婆她其实身体就一直走下坡一直走下坡 然后就是没办法走路 然后到后来是就是一走就摔一走就摔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也觉得 呃呃蛮不知所措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询问佳蓁 那她也给我一些方法 然后我照做之后 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结果我照做之后 结果我婆婆的身体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但是她还是就是没办法自己走路会摔 然后直到说我去参加完导师音乐会回来之后 我去看我婆婆她居然像没有生病前一样 然后可以自己这样走来走去 然后也不会摔了 对 然后这是让我觉得那个感受到那个能量场的那个 不可思议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的那个音乐会 呃其实去年底我台北那个房子 就是也也面临到一个官司的问题 对 然后就是让我也觉得非常的困扰 因为你就要常常跑台北啊 这样子去和解啊 或者是干嘛之类的 然后而且那也不是牵扯到我们这一户 或者牵扯到整排15户那就有更难解 就是必须要可能你同一个门的6户 大家都要一致同意 然后才有办法解决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就在我参加完12月21日音乐会的当天晚上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住台北嘛 我就想说 那我就约几个比较意见相同的邻居来讨论一下 看要怎么解决因为那个律师给我们的日记也快到了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非常不可思议的 大家都知道住在公寓 其实邻居是很难很难遇到的 居然在那天晚上就是有一个阿伯 他是打死都不愿意拆那个门的 然后他居然就在我开门的那一瞬间 然后他就出来送客 然后于是我们就约到 就临时不然要临时他都没有约他 然后就去他家 然后另外两户我也没约 也是当场在他家打电话 居然也都在 然后结果居然6户都到齐了 然后6户到齐也就算了 然后就是我一讲说 那大家也不要有太多意见好了 我们就直接猜到底 这样子绝对不会有问题 大家居然也同意了 然后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就把 那个困扰快半年的一个官司 然后就四两拨千斤的 然后就解决掉了 这也是让我觉得说 真的就是当天地要给你礼物的时候 可能就在那一秒之间 然后我就感受到说 参加导师的那个课程的收获 还有丰富 真的是让你觉得说 不是你想象的到的 然后那在今年呢 今年的音乐会 又有什么收获呢 那今年音乐会 我们就开始去分享更多的人嘛 当时其实我跟家珍 是去找一个乡长 是想要邀约他们参加 但是在邀约的过程中 就谈到了要开读书会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打从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说是我要开 其实原本是要给家珍开的 然后我是鼓吹的就是 那家珍可以去那边开经营会这样子 但是居然在参加完 六月份导师的音乐会之后呢 然后在一个聚会场合里 然后就被银运长给点名说 问我要不要开经营会 当时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抱持这个愿力的 然后所以当时其实我并没有答应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还不够 然后但是就在美国行的时候 当天坐飞机的时候 天地又给我考验了 因为我们去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我只就在飞机上发烧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那12个小时 只是多么煎熬的度过 因为他要是到进美国的时候 还是烧的话 那我们可能也不用去参加 导师的课程了 于是我就在飞机上发愿 然后做心法 然后发愿的过程中 当然愿就会越加越大 然后对 因为天地应该是要看你的那个诚心 还有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毅力有多少 然后当你愿发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然后当时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才决定说 那就是我还是 我回来还是开精英会好了 对于是就是才 但是我后来还是拖延了两个月之后 才才开始那个就是做这件事情 然后在开精英会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可以帮助到更多更多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分享超码的时候 其实都希望把这个超码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 但是当你那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每周都有一个舞台 可以来帮助大家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喜悦啊 还有那个丰盛 就是真的不是就是言语可以形容 就是有我有朋友啊 其实就是最近就会一直问我说 为什么你会那么热衷在超码 他们都觉得我太夸张 然后可是我就回答他说 其实当你啊就是了解到说 你可以因为分享一本书 然后可以让他自己翻转他的生命地图 然后让他自己转动他自己的生命地图 然后改变他的命运的时候 那种喜悦啊 其实真的不是那个言语可以形容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会这么热衷的 在不断不断不断的在分享超码 然后在网路啊 在随时随地遇到任何人 对啊 都很想分享超码给大家 那就是希望就是有机会可以接触或超 接触认识超码的朋友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好好的把握住 就是他真的不是一本宗教的书 而是一本正负能量平衡的书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呢 就是更加的圆满 很多事情可以不求自得 然后贵人显现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把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